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香港议题不再被频繁的讨论 只是四年来台湾累计有三四万名香港朋友来台湾生活和定居 今天这一集想带大家再次关注香港 我们录音的时间是12月19号的下午 就在昨天关押超过三年的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 在香港西九龙法院首次开审 现年76岁的他被指控串谋勾结外国和境外势力 触犯港版国安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国际社会担忧他有可能被判无期徒刑 终身监禁的最终刑期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也都曾被香港政府判过刑 他们在2014年因为让爱与和平站立周环的运动 透过公民抗命来推动香港特首的真普选 这个运动的发起人有三位 大家称他们为站中三子 他们分别是朱耀明牧师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系的陈建明老师 以及港大法律系的老师戴耀婷 这场2014年发生的站中运动 让他们三人在2019年被香港政府以善后他人 做出公众防扰等罪名起诉 当年61岁的陈建明老师入狱了326天 而当年75岁的朱耀明牧师被判两年的缓刑 戴耀婷老师则是因为民主派初选的47人案 被港府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现在人还受压在狱中等待判决 今年1月初我们的Podcast有一集就是建明老师 他书写的《受苦与反抗》 陈建明的《狱中书简》这本书的座谈 有在我们的Podcast上播出过 那今年12月左安文化出版的新书 《敲中者言》朱耀明牧师的回忆录 我看到这书的时候呢 我有点自责 觉得自己后知后觉 朱耀明牧师原来也在台湾 战中三子 有两子离散 然后到了台湾生活 今天非常难得的请到朱牧师和建明老师 他们两位是相识40多年的朋友 他们一起为香港民主打过无数的仗 今天很高兴他们来到我们的节目 是不是请两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各位观众好 我是朱耀明 你好 我是陈建明 从两个的口音就知道 这是道道地地的香港朋友 对不对 然后很努力的用中文来说 对 其实我刚刚说有点自责 是因为直到最近才知道 朱牧师来到台湾 是在2020年就到了台湾 那如果我们早点遭这个讯息 会很早想去拜访朱牧师 建明是2021年7月来到台湾 对吗 对所以朱牧师是比建明老师更早来到台湾 对 我离开香港 他离开他很匆忙的 因为当时呢 在公海 有42个人被抓 大公报就把我的名字贴上去 说我跟台湾的牧师要联系 陈建明就很焦急 说可能我也要离开了 所以呢 我跟我太太呢 拿着好像旅行的一样 拿着行李就 就离开了 那我离开 是大家很伤心 因为香港是我爱的地方 我在教会四十几年 在教会是我建立起来的 有很多服务的工作 过去三十几年在服务 基层贫穷的人 对 那我也有很多主持 也是服侍那些路苏者 狮毒的人 那埃及兵人 那 马上就要好像 要离开他们 要离开他们 还有一点就是 我每次看到陈建明 他有照片 他的照片 我现在保劳他 一张照片是穿着那个绸衣的 穿着绸衣的照片 但是这个很感动 最感动的是他 在进去那个车里面的时候 他回头一望 我眼泪就下来了 好像 帮我背负了 我应该背负的苦难 所以我真的很难过 待会我们会提到整个 就是让爱与和平 站立中环以后 对于你们两个人生的 一个冲击和变化 可是刚刚牧师有提到一点 是在书里面没有讲到的 就是他其实是很匆忙的 离开了香港 那个时候建明是在狱中 还是已经出来了呢 已经出来了 我离开了监狱以后 还留在香港 大概有一年时间 那个时间里头 有很多事情 觉得很有意义去做 因为国安法出来了 越来越多人给抓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会觉得 能留下来 去探监 去为一些坐牢的人做点事情 举一些筹款 寄一些事物进去 很有意义 可是我慢慢发现 朱牧师 处境是比我危险 我觉得应该要离开 还有其他原因 我觉得他留下来以后 他对自己也好 对其他人也好 也会做成一种困扰 因为他可以变成一个人质 让其他人不能做事情 包括他的孩子 在美国 也在推动一些 关注香港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这样的情况下 我就有一次 跑去他家里头 在他宿舍里头 跟他聊 就说你要赶快走 为了自己 为了他人 为了整个运动 我觉得你还是要赶快走 我还记得说 牧师那时候跟我讲说 他退休以后 觉得很幸福 他每个早上 坐在那个 宿舍的窗边 吃一碗 扫米粥 扫米粥就是他最开心的 最幸福的 少确幸了 那个时候 那他真的捨不得 可是 我觉得不能不走了 所以他就很充满 很充满就离开了 比我更快 离开了香港 对 所以其实是早见明 大概一年的时间 来到台湾 有点转洁了 他最后来到台湾了 中间里头 还是有一点转洁 不是说 季节就来到台湾 因为台湾 其实对牧师来讲 也可以说是 搬一个家了 对 牧师其实是台湾女婿 对 我是1969年来念书 念神学 那个时候 桥上是可以 马上拿身份证的 所以你有台湾身份吗 所以我有台湾身份证 是 因为那个时候是 每一个桥上都可以 有身份证 所以我要物质 有身份的 那当然来到台湾以后 就好像好孤单 其实 因为我跟我太太两个人 孩子不在身边 孩子不在身边 然后又有这么多的朋友 现在 在家里面 那最苦的是 我进医院 进医院 达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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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了医院 我不晓得台湾的医疗季度怎么样 进了医院的怎么样 原来是要 要赔的 那个时候看到一个 75岁的人 赔一个78岁的人 我那个时候真的有点痛苦 那我的孙儿知道我是很刚强的 在香港一件什么事都可以解决的 他们觉得我是很勇敢的一个人 那那天 我跟我的孙儿细心 我哭起来了 在医院的时候吗 在医院床就非常长的 哭起来了 我的小生的儿子 爷爷不要哭 勇敢一点 我知道建民到了台湾以后 是不是第一件事就来看牧师 看到牧师的那个时候 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有点差异了 就是觉得 这个是牧师吗 因为 以前跟牧师都是同志 在运动当中 特别就是每年 我们在游行的时候抽款 我的心意不好 我大概叫15分钟 我就心意瞎牙了 牧师会几个小时 一直在跳 在唱歌 在和好好 我很多人能捐款 这个就是我印象中的牧师 可是来到台湾 我们在那个景美系 我碰到的时候 我就哇 吓了一跳 因为他戴着帽子 然后还拿着手匠 然后走路的时候 一步一步 好慢 好慢 好像一个主持 都是老人家一样的 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 哇 天哪 这个是巨大名牧师吗 我真是没法想象 就是整个好像有点 不单是身体了 我就是精神状态 有点崩溃了 所以刚好也是那时候 就是生病了 还没有 那个时候就 我刚刚到 那就是生活不太习惯 我跟我的同事 没有告诉他们 我离开了 就是完全没有时间 告诉同事们 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离开了 所以呢 我很想念他们 有几件事 让我都很痛心 我的舰友被抓进去了 我有一次呢 我真的马上就哭起来 是李柱铭 他上被被告了 我说怎么可能呢 有这么两线的人 这么好的人 帮助无数的人 他为什么被告 这是有刑 怎么可能 那个时候我很愤怒 但是也很相信 所以呢 那个时候 那个幼州的监友 跟我记挂的教会 我在那四十几年 我还记挂 我的老无友 我的服务中心 我的同工 还有被抓的人 那些我都好朋友 所以刚刚说 像李柱铭 为了因为游行 就被抓了吗 李柱铭这个故事 我也多讲几句了 就香港人 说他是民主之父 因为他投入到 民主运动很多年了 然后那他是香港的 大律师的排名 是排第一名的 是最年之最长的 所以当时我在香港 不是一个人在台湾吧 那我是每次都送他去法院的 到了最后要判刑的时候 其实连你住民 都有一点紧张了 重重复复问我有关 如果坐牢的时候 他要怎么穿 鞋要怎么样 我们都要特别要留意一点点的事情 具体加这个裤 不能带皮带 因为他会拿走的 如果你太宽的话 有时候会怕掉下来 那些都要处理 那些细节 对啊 鞋都不要用 有带的 都要比较容易穿兴趣的 那些细节 我都要跟他重复讲 作为一个香港最有名的大律师 这么多年为人家辩护 帮了那么多人 那天他自己要想 怎么面对一种 对他来讲是有点紧张的一种状态 这很难受啊 其实对你们来说 就是都是在香港非常有名望的人 而且都是一生很清廉 然后是一个很善良 也很正直的公民 可是都走到了这一天 我们刚刚其实一开场 谈到黎智英先生 那我知道 其实朱牧来到台湾了以后 还是有持续写信给黎智英 所以我不知道 就是像首次的听审 你们自己应该是 也非常关注这次的事件 我是很难受的 因为他关了三年 所以昨天的辩论是 是不是他的 那些告他的罪名呢 已经过了时间了 但是呢 我想大概他们不会这样放过他 我第一次写信给他的时候呢 他就画了一个 耶稣丁十几架的画给我 我想他心里面 真的好像耶稣基督这样 背着很多人的苦难 这就是香港人 要争取的那个 民主运动的 实际上他背上了 他好像也很甘心 这样背上 真的很佩服 我跟黎先生一直有联系了 国安法出了以后 我还去他家吃个吃饭 我还跟他讲说 这个国安法是为你们通过的 明年今天你还有 苹果油包什么都不相信 我把头啃下来 我相信他自己也看到 拿到了他给抓以后 我进到监狱去探他 我还记得他跟我讲 因为我曾经劝他走 他不走 然后他说 我的生命所有的东西 都是这个相应给我的 所以我的生命不属于我的 是属于香港的 那个时候他跟我回应 那他坐牢以后 我一直有跟他通信 他很奇怪 现在的信很难寄出来 我最近收到的信 是几个月之前写的 我用英语写给我 写了好几封信 那最近封信他说 他现在没有好的衣服 没有好的东西吃 可是因为就没有这些 美好的衣服跟食物 他整个人就专注在自己的灵魂 因为只信杀他的灵魂 所以他觉得这种是一种祝福 对他来讲很感恩 因为他能够把整个人生 专注在他的灵魂 然后他说 以前根本没有这种时间跟空间 可以这样的 安心下来 安下来 然后专注在自己灵魂 然后他觉得下半生 能够做耶稣的门徒 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 他自己是 本身是基督徒吗 天主教徒 天主教徒 对啊 建敏我记得 就是印象很深刻的是 你曾经分享过 在坐牢的时候 你给自己一个承诺 就是说 在出监狱的时候 你希望自己不会 被这个监狱所摧毁 我觉得那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黎智英先生 现在住的地方是 赤住监狱 好像是关最严重重刑犯的地方 那个跟你之前待过的监狱 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最大的不一样 是他单独囚禁 他单独囚禁那个囚房 是夏天很难受的 因为里头是没有风扇的 他只靠走廊里头有些风 通过这个门口 这个枪符流进去 然后当着囚禁 没有伙伴 可以聊天等等 人也特别孤单 长时间这样 我觉得对人的精神的压力 会非常之大的 所以这个是这种分别了 很多外面不懂的 我们内容监狱 反正是更严厉的 所以他很厉害 虽然在这样状态上面 我一直通过他的性 我觉得他非常强大 他完成就是靠他的灵性 给自己一种更大的自由 是觉得他在外面是没有的 所以越打压这种人 他们越受苦 其实他们能够有的 灵性的力量是越大的 我们本来预计的录音 是要谈两个人故事 但是因为黎静怡先生 这个初次的出庭 所以我们也带到一些 黎静怡现在的状况 那我们今天要回到的主角 其实是朱牧师最近的新书 就是敲钟者言 你的回忆录这本书 那建民为此写了序 我知道两人的友情 其实非常的长时间 很坚定 朱牧师的这本书 其实他是分了三个重要的章节 就是草民 牧民 公民 那我想就是从这个历程来 跟听众朋友聊一下 那朱牧师你的成长的过程 经历很多变动 简单来说就是 小时候其实父母抛弃了你 然后你在广东 被奶奶照顾到10岁以后 在被叔叔接到香港生活 可以简单聊一聊 这个1945到1955中间 那时候应该是有百万人 从中国进到了香港 像你这样资深 就是先在中国生活 然后又进到香港 这样子的孩子多吗 我想是多 但是呢 不像我一样 因为我是在香港出生的 我是被父母抛弃 真的 我很小的时候就没有父母 我跟奶奶在乡下生活 那两个人一大一小 我就看有帮别人 自己的渔网 这样 那我们生活这样 我奶奶病的时候呢 她就告诉我 她说她叫叔叔要申请我 我去香港 后来她真的去世了 那我们的习惯 在乡下的习惯呢 要守住这个遗体三天三夜 守住这个遗体三天三夜 在家里面 那我就坐在我奶奶的旁边 看着她 那个时候我眼泪就楼不出来 我好像完全空白一片 我不晓得怎么样生活 那后来我就在一个人的生活呢 就去田里面捡东西吃了 有的时候呢 饿得没有办法呢 踩这个树叶 跟那个椒树的中心 芯就对 香蕉树的芯 这样冲击 那时候文革还没开始 没有 因为为什么呢 我最初都不明白 我家庭是应该红五类 红五类是无产 是贫穷的人 那我跟我奶奶是没有田嘛 她后来土地改革的时候呢 这个土地改革呢 对我的说 现在还是很内疚的一个行动 那我念到小学六年级的上下曲 我做了少年先锋队 少年先锋队 要盗地主 盗地主 那现在想起来 我是真的很内疚 我打个地主 我压别的地主 跪玻璃 那我也看到 怎么样公审一个地主 怎么样拉他们 上币 我都经历过 所以你看过 我看过 目睹过 所以你现在说共产党会不会变 我肯定说共产党不会变 这几十年来我看到 只有残暴 没有人吃 就在香港现在也是有这种斗争 然后也是持续的举报 这个在之前的中国也是这样子的状况 那后来我奶奶去世了 有一天有一个人在邮局拿了一封信 说好像批了我回香港 所以我是一个人在乡下拿了这些衣服 有一个隔壁的邻居就陪我去台山 然后呢经过社区 广州 欧盟 拱博 这样去回到香港 我就去到香港 我叔叔就接我船了 就带我去一个养服店 做西装的 做学徒 那做学徒 我以为可以学闻 手艺 但是呢 原来那个时候的学徒呢 没有保障的 我在那个时间 煮饭最主要 洗衣服 过了一年半 我觉得好像这种生活 我都受不了 那我要去买菜 就遇见我的 向下一个 他不多年纪的一个同伴 他说 你来跟我去刷血吧 刷血桶 那个时候呢 我离开了那个养服店 我就没有地方住了 我就 刷血 入书在街头上 那个时候呢 要交保护费的 黑社会 要收保护费 那我要两次呢 交不住保护费 因为下雨没有人刷血的 那交不了保护费呢 就给他们打了 第一次是用那个糖条 就是这样打 第二次呢 他用一个铁锤 打我的脚 那我都没有哭 我第一次在香港哭的时候 是我晚上 我没有抓血嘛 晚上就帮一个面店 做那个捧餐的了 叫端菜 端菜的人 那有一天 警察来了 要抓这个 无牌的小贩 没有牌照的 那 那个 当时就说 就要没你去 你是小孩子 没有关系 警察不会为难你 他说 我马上就会保识你了 我就跟上了警车 去了警察局 那当时没有保识我 没有保识你 没有保识我 因为停在警察局呢 不能够超过48小时 抓我的是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的假期 礼拜一也是假期 那他们就送我去儿童院 儿童院是有犯罪的小孩 他在哪里的 所以呢 他们送我去那个儿童院 那我就 真的哭了 我好像 变抛弃了 再一次被 再一次被抛弃了 再一次被抛弃了 那 我有 感觉 很不公道 没有公义 为什么他不 保识我呢 为什么我要 进到一个 这样的儿童院呢 那 其他的人 不晓得怎么原因 他说 没有关系 这个是儿童院 你上去法庭 你应罪就可以了 所以呢 警察不断说 在那天 要上法庭的时候 他说 朱雅明 那你不要讲话 你上到法庭 法官 怎么说 你 是 都可以了 所以 我就在法庭上 是 他就 警告 我就放我了 那 我感觉 这个社会 真的 不公义的社会 所以牧师 其实在你很小的 生命经验里面 就 有了 这个种子 觉得说 如果你有能力的话 我要让这个社会 变得更公义一点 是吗 对 因为我自己 成生这样经验 那 我不单是 父母抛弃 然后这个档子 抛弃 那我在 刷鞋的时候 我没有放弃我自己 每一个 帮我 帮助我的先生 我就说 我就抬起头 我就说 先生 能不能够 介绍我一个份工作 让我学我们手艺 可以将来 毛生 那 后来有个人 真的介绍我了 介绍我 去了武精厂 做学徒了 但是不幸 在那个学徒的期间 发生了意外 一个大铁 在我耳边打过去了 流了很多血 但是老板不能够 送我去医院 因为你是同工 因为我也是同工 违法的同工 所以他送我去 贴打医生那边 就挤了学 就算了 第二天就跟我说 你不适宜在家里工作了 他又开除我了 我就跟我以前的 洋服店的老板说 老板 可不可能再瘦了我一次 你叫我做衣服了 好不好 那他收了我 那一年多 我真的学会了 做裤子 做裤子 我学会了 那不幸 在那个时候 我发烧了几天 那我的师父就说 你有看医生 那我去看医生 看医生马上说 你有住院 那个时候是 患了疯失 心脏病 那要住院 我在医院住了 两个月 那住了两个月 我去那个养服店 因为我围着 的次数比较多 那个老板说 我不吃意做这个工作 要再被抛弃一次 后来就去了一个 家妇店 送货的 最大的准备是 我在这个送货的时间 马上到了一个老人家的家 那个老人家看着我 少年人 你要不要真的 这样过你一生啊 我说我当然不想了 他说我介绍你一份工作 就是去了一个学校 做校工 那我晚上可以学英文 那在那个时候呢 那个学校的主任 很热身的基督徒 很关心我 常常要我 带我去教会 那 因为每一次 要有布道会啊 其他的 工友都去 留下我一个人 看着景洞校园 那天 对面的教会 开布道会 我说我去了 那个主任是很开心 啊 终于你去了 所以那时候 你比较像 校工这个角色 对不对 你住在学校宿舍里 对 没有宿舍的 我们的 开那个床 是在那个走廊 这样睡的 在走廊啊 在学校的走廊睡的 两边痛 两边强 那天的讲员呢 讲了一句话 是我感动了我 他信心说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那我一直在寻找一个 我要走的道路 那如果去要求道路的话 我应该尝试走上去 所以我就绝迹 相信耶稣了 那时候我就很勤 我就回教会 参加西班牙团聂 这样 那第二年呢 有个夏令会 那个夏令会 其中一个副招 是有没有人 要做传道人 那我自己 小时候都没有毕业 不敢这样 做这个角色 因为我没有 进去审舍院的 这个 不过在那个时间啊 很多在街头上的 那个我的同伴啊 我住的地方 那个街头的那些人啊 那个机场贫穷的人啊 他们的影子 在我的心中 我说如果改变了我呢 我比较积极面对人生 那他们也应该有 所以呢 我就决定 接受耶稣基督 就改变了我了 所以应该是说 12岁到16岁 这过程当中 你有在街头过 然后也有做过 很多不同的工作和学徒 对 然后到了这个 16 17岁的时候 有机会 想要以传道人的这个目标 作为你的人生的志业 对 好 那我想谈一谈 就是1969年到1972年 你那时候已经25到27岁了 也完成 之前就已经完成了 这个大学的补课 那你来到了台北 实际到五星街的进会神学院 到台湾读书的这三年 对你人生比较大的影响 跟改变是什么 我选来台湾 我选来台湾是希望这个中国文化很长的瓦人社会学习 那刚好那个时间周廉华牧师是强调本土神学 那我想跟他学习 牧师刚刚谈到的周廉华 我想很多听众不一定熟悉 就周廉华牧师那时候其实是蒋介石跟蒋宋美林的牧者 但是周廉华牧师另外一方面比较少被大家所知道的 就是说他和本土的基督教长老教会也是很密切的 他也非常关心二二八的受害者家属 那周廉华牧师在2016年的时候 1996岁的高龄过世 所以牧师那三年就真的在台北生活 就在金星教会里面学习 当一个牧道者 我三年到华恩堂 是在南路 华恩堂 第二是新竹 要去实习是吗 对对 第三是新殿 你都记得好清楚 三个地方 那周廉华牧师影响我的很大 第一 他告诉我 做人应该做真诚的人 做一个传道人 做好教会 关心社会 促进国家的民主 所以他影响我很大 他第一年给我四本书 是暑假的作业 第一本书是干地砖 这个陈建明老师也很熟悉 然后第二本书呢 喷佛华的《育中书简》 《育中书简》 第三本呢 是《洗外节》 第四本呢 是《美开而郎基罗》 他四本书 对我都很有启发 还有帮助 所以可能后来 《育中》 可能是因为干地 影响 所以他影响我是很大 第一是 怎么样做个人 怎么样做个传道人 这边不只影响你很大 还让你找到了终身伴侣 这个梁武秀师母 对吗 那个时候我刚来台湾 那普通话也 我还也不会 听课也有问题 这样还可以教女朋友 找了一个同学学者 找他的笔记 找他的笔记 是抄笔记 那他是台湾人 他抄笔记是没问题 就参考他的笔记去考试 那妈妈我的学姐 是我现在的太太 所以我从孤儿当中 在台湾成了一个家庭 我72年毕业 72年就结婚 哇 所以你们认识三年 然后在抄笔记的过程当中 结下了感情这样子 好 我觉得这个 中国师在台湾的过程 其实故事很多 然后他从小到大的 这个生命的历程 其实有非常多 值得分享的 都在树里面 但是我想要再快转到 刚刚牧师提到的 就是他回到香港以后 进到教会里面的 台湾教会里面的生活 台湾其实位在 香港岛的东区 那1970年 带进到台湾的 进行教会工作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我想可不可以 请建明来说说看 因为建明 其实跟牧师 也是很早就认识了 台湾是港岛的 最东面的一个地区 早年基本上都是很多 是一些公共房屋 就是所谓社会住宅了 然后还有一些 在山边 搭起来一些木屋 都是围困的建筑 还有一些是住在 海上面一些船 是船民 那些人可能不打鱼了 可是他住在船上面 所以想象 那个时候都是 那个区域 是比较贫穷的 那他们都是本地的香港人 还是说 那时候从中国过来的移民 如果你说很早期可能是 可是很多已经是拿的身份证 已经是本土的香港人 可是他们是比较贫穷的 然后那边也比较多的工厂 所以你跟我们想象的港岛 港岛很多人认识都是 湾仔 中环 京中 历代就是商业区 最繁华的地区 可是去了最东面 原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地区 所以朱牧师很早做服务 因为那个地方是 非常需要社会服务的一个地区 那个地方就是 台湾的静信教会 也是你们两个认识的地方吗 其实建敏老师 在大三的那一年的时候 就认识了朱牧师 应该是1980年代 对 82年 那个时候 其实我还会上教堂的 还在思考很多 基督教的一些问题 可是我听很多牧师长到的时候 都快要睡着 又觉得很无聊 一些都是跟整个社会没相关的 我作为一个社会学的学生 很关注社会 看到旁边人也睡得很甜这样的 每次都这样 后来我听到两个牧师演讲 一个就是旧耀明牧师 另外一个是如龙光牧师 他们谈的是所谓谢去福音 要把他信仰跟谢去的问题结合起来 他还会谈到工人福音 就是说特别要向一些底层的人来 全福音等等 王立正也不是单讲 他觉得一定要去行动起来 然后传统的主流的教会 他会做一些爱信的服务等等 可是对于很多受苦的人背后的社会的政策的原因 基督的原因他们不敢碰 觉得碰那些东西就是政治了 然后觉得宗教跟政治要分开 这两个牧师不会这样想 他们觉得做服务以外 其实社会里头基督不公义也应该要进行批判的 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很好啊 这样讲对我来讲反正有感觉 所以当我大学三年级到四年级 最后一个暑假的时候 我觉得我要好好用这个暑假 我觉得能提早利用这个暑假 做一个好的论文 可能会对这个社区有点帮助 那我就跑去找朱牧师 就问他 你们社区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利用一个暑假为你做一个研究 这样就开启我们的合作了 朱牧师还记得那个21岁的陈建民 是一个什么样子吗 现在如果你看他的照片 是很帅的一个青年人 他现在还是很帅 我有照片 你那时候保留了照片 季节会 他坐在旁边的照片 当时他现在是不要胖一点 很瘦的 很瘦 那个时候很瘦 我感觉这个青年人 很有干净 他真的很细心 而且他做事 他要研究清楚 他要调查清楚 问题在哪里 所以他从那个小时 已经走上了一个博士教授的路了 因为他做事都是有条理的 所以21岁的他 那时候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你已经感觉他做事非常有条理 你们俩一起合作的这个东区医院 这个调查的前夕 因为后来再过了10年 1992年 我记得东区医院落成 可是在那个10年当中 就像建民讲的 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蛮贫困的地方 也没有什么资源 你们是一起怎么样合作 然后能够完成这件事情 那我最早当时做一个研究 看为什么牧师说 他经常会碰到 教堂里头有些 会有会受伤 有病 还会死掉 很多人这样 特别要经常要去医院 去探那些人 然后他估计是 当时那个交通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当时只有一条路 我经常车位堵在中间 我也没有捷运这样的 那我这样听完以后 我做一个社会学生 不能只靠音像 那我就收集很多数据 然后说明那个 当时那个驱留 真的是很多人 没有到医院之前 已经死掉了 然后那个 车真的堵到一个地步 很多咒误车 在车上面的人 就病人 流血就流死了 为什么这样 因为整个香港港岛 医院都集中在中部跟西部的 那些就是所谓权贵住的地方 政府的部门 大学 有钱人住的地方 医院都全集中在那边 然后东区人口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时候 可是他没有医院的 所以我们就要觉得 一定要去处理这个问题 可是报告出来没用 政府根本不理我们 那我们就开启 觉得应该要用个 社会运动的方法 来把这个问题说明 然后牧师就跟一些社区的领袖 就一直来推动 签名运动 职会 找一些立委 去表达我们的意见 等等等等 到了最后是因为港印政府 开启面对前途的问题 开启要非几民地跨 开始给上一点点民主 从地方开始有区域会 因为这个区域会的建立的过程里头 要选举 我们就游说所有候选人 来把建这个医院 作为他们很重要的政纲之一 最后结果是政府要给面子 这个区域会 所以他还是来把这个医院建起来 那跨的时间挺长的去争取这个事情 建民真的很了不起 因为本来是一个大学三年级 要毕业前的论文 只是两个月的暑假 然后这个案子就被你们搞起来 你只是问了朱牧师说 请问在台湾最重要的 要被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就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啊 他的研究是很详细 我举一个例 他要知道中区医院 说这个病人是从哪里来的 那他36小时 在那个地方要调查 那些病人从哪里来 就是说从台湾要送到中区的医院 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嘛 对不对 他整个东区不单是台湾 还有其他地区 都是靠一个小医院在中间的 湾仔的 那我们36小时坐在哪里 不停的 坐在急诊室里 对机长室里头 当然安定下来 这病人坐下来以后 问他们的家人 你们从哪个点来 什么时间 做什么工具 交通工具 是这样去理解 而且到了你所谓的 湾仔那个小型的医院 他是不是死亡率也蛮高的 就是death before arrival 这件事情 当然是啦 都没有到这医院 也很多人死在中间 他可能堵切堵了 一个小时多了 然后呢 这个小医院 其实没法处理重病的 他要再把它转到西部的 一个大学的教学医院 那另外可能也 再跨40分钟 你才能去到那个地方 所以一个病人 重病的病人 可能跨两三个小时 才去到那个 最后那个医院里头去 那当然过程里头 很多人会死掉了 那你觉得在跨度10年的 过程当中 从一个有理据 有数据 有道理的这种研究之外 是什么样的力量 能够促成这个医院的行程 我很少应学懂啦 就通过这个事件 就说 你没道理 是不应该去炒的 可是有道理 也不代表 政府会回应的 一定有力量 所以我们要 组织社会运动 就算你很有力量也好 有时候还要看 有没有政治机会的 刚刚那个 飞机民地化的开始 让我们掌握了 那个机会 那事情就成了 根本是讲说 人生做了很多 社会运动 那个是最完整的 最成功的一次业 帮助了很多 当地的居民 所以牧师后来 还给邀请 进到这个医院的 管理委员会里头 当了很多年的委员 因为其实那个地方的 医生 病人都很感谢 牧师当年 做这个事情 所以刚刚建民老师说的 非殖民化的过程 是指1984年 中英联合声明之后 因为97年 就是要移交了嘛 没错 他其实没签这个 姓名之前 他们已经意觉到 不可能再 保持那个英国主权 治权也不可能 所以82年 83年开始 启动了这个地方的选举 因为没有实权的 医院会 可是那个是一个起点 开始样向了 有一点点民主 所以你刚刚讲 不只是要有道理 还要有力量 这个力量 就是透过组织 民间 民众的声音 没错 那你们做了哪些事呢 那时候 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代 你办一个职会 有几百人坐在一块 有媒体来报道 因为很了不起的事情 因为他们 两个牧师 在当地有很多服务 他们通过他们的 老人服务 儿童服务 都让很多家庭 知道这个问题 我们找一个周末了 然后坐在教堂里头 然后听我做报告 牧师演讲 然后他们就会 表达那种支持 然后我们签名运动 那个时候也会找 那些刚才讲的 那些所谓的立委 去见面 找媒体 这种已经是一种压力了 那个时候 就是这样 就是好乖的 其实就是这样 可是那个时代 这样做 已经很前进了 很前进 觉得你们在搞政治了 你们已经不是 做服务了 你们在批评政府了 那时候有压力吗 有 我在餐厅 有一个牧师 在走到我面前 你是搞论 社会的牧师 搞乱社会的牧师 然后呢 有些街坊说 你为什么为我们 争取一个神经病院 东区医院里头 包括有精神科的 所以对于一些人来讲 你们就是要把一些 有精神病人 带来这个区域了 东区医院是一个 有1700张病床的医院 我们叫激进病院 它是很大的一个医院 对东区居民的说 是很大的帮助 所以东区居民很爱这个医院 其实还有另一件事情 那个院长是很开通 历史上从来没有 把一个意见人士 在他的动土的典礼 要邀请我去 做那个动土的嘉宾 还是开末的时候 也邀请我去 开末典礼 这样 这不常见是吗 不常见 一般是很对立的 可是他们那个时候 包括一些高级官员 最后都会跟媒体说 这些人不是明确主义 他们是很有道理 有基础的 去争取的 所以建民出现在 你的面前 可能也是上帝的旨意 真的 因为没有他 我不懂研究 其实他是一个书生 可是又很有行动力 这个是很难找 我认识他 差不多三十几年 他是一个很良善 很良善的 然后他有他的学问 他还有强的社会分析力 他这个政治很有判断力 因为我们看了一步 他看到前面已经 好几步了 好几步了 好像我几例 他明说 习近平要上台 我们争取民主运动 没有可能 但是他还有参加战中 其实他已经看到一些事情 我没有看到的 所以他开展这个运动 就因为根据他的理论 他的报告 怎么样 我们去做 他还要说服别人的这种能力 所以病人很信任他 很信任他 所以运动就搞起来了 所以牧师从这个东区医院的运动以后 你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建民了 对吗 对 我愿意有事情我就找他了 我解开的事情 我就叫 建民 怎么办 他都给我意见 我也不想找他 因为他很忙 但是有关键的事情 我一定找他 那建民老师到底牧师多久打电话给你一次 打了不多 每次打得很麻烦 就打乱你的人生 举个例子 从美国我读完博士奎来 我有我的计划了 我觉得我当然一定会参与社会 可是我觉得我一定要心等 去到做郑教授 我才愿意去参与的 可是不行 这种是我的计划 上帝有另外一种计划 上帝通过那个朱耀明牧师来搞乱我的 他打电话来 周围说 现在有一个埃及病诊所 他们在建的过程里头给居民反对 要不要来帮我一块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还没有拿正教授 我还在忙于写文章 在香港当教授 压力已经够了 够大了 因为出版很多东西 我教的学生也是全一个系最多的 还给牧师抓到外面去参与社会 没法了 牧师打来应该就是上帝打来吧 怎么能抗拒 朱牧师完全只要一通电话就说服你吗 还是他完全不用说服 基本上就不太用说服了 因为他讲的话 我一听就知道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 应该要做的 其实我个人的 自己有自己人生的规划 上帝来讲 那边上好像不重要了 为什么我一定要做正教授 还是觉得那些事情还是更重要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 每次都要做这种选择的时候 都会想一想那些事情是比我个人是更大了 更重要了 所以还是给卷进去了 所以刚刚建民老师讲到的 就是说那时候在80年代 艾滋病还是被视为一个世纪的绝症的时候 其实朱牧师就是要展开一个 就是HIV的center 然后让他们可以得到治疗 那个已经是90年代了 90年代了 对啊 90年代底了 还是这个世纪还是比较恐惧 那所以要建这样的一个诊所的话 就会受到很多抗拒 所以一样是建民去找资料 研究 说服 对 因为当初他们找我的时候 我也害怕 因为你知道那时候 他们一般居民判断这些道德的问题 不是病人问题 因为他们把那个同学人拉向关系了 他牧师怎么能这样做呢 那我唯一的运动 社会运动 是站在群众的对面 就是这一次是第一次跟群众站在对面 站在对面 因为民众完全不希望这个灵弊设施在我家旁边 对 那个主管医生找我的时候呢 他以为我拒绝 但是我还是答应他 我还是答应他 那怎么做呢 我没有办法 我就找陈静明 最主要是他宣传写文章 差不多每一家 他派一个宣传单张 解释 这个健康中心是怎么样 所以他当大脑对不对 对 那建敏老师 朱牧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那他很重要一个道德这个符号了 因为对很多人来讲 他们物名化的这个癌疾病 都是同性恋结啊 去交际啊 那些人所发生的 都是一些社会里头抗拒的人 然后牧师区本身都一定是对这种物名化一种抵抗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他这种道德的那种力量 那我是做操作了 去把那种信息要全播给那些居民 知道爱情不是你们想象这样全播的 然后我也跟他们对话 我直接开居民大会 跟他们对话 给他们骂也好 我要跟他们聊 就直接去跟他们谈嘛 杰米老师你知道哲学家David Hume有一句话 他说理性是激情的奴隶 你是非常理性的 理性 但是他有同情心 同理性 同理性 所以他是理性跟感性兼具 对 我是双鱼座嘛 我是这样的 你是双鱼座 双鱼座就这样啦 双鱼座优柔寡断 对不起 我这样子会被听众骂 这个有分别 我是非常能做决定的人 你是非常能做决定的 他的决定是 我们的事情 他是最后的决定 可是那种感性跟理性的冲突 是每天都发生了 可是我会要做决定的 你为什么能够 就是这么快能够做 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完美的solution 很多人会想来想去 还是觉得会 要找一个更好 更完美的 我是找一个satisfying solution 就是够好就好了 没有一个那么完美的 人生到了这个点 已经知道了 就是说我们是有很多事情 都有受到很多的限制的 够好就好了 不要再想太多了 是 好 其实朱牧师在2010年 就是工作了36年后 退下教堂直视的工作嘛 那时候我还记得 应该就是 彭定康 也就是末代港督 还颁发了你 英女王的荣誉的寻章 肯定你的社会服务 可是到了2013年2014年 就像我们刚刚一直在聊的 就是两位其实是 不管在学界或者是在教会 一直都认为参与公众的事务 改善民众的生活这件事 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都是你们的目标 所以到了13年14年的时候 你们和戴耀廷老师一起举办了 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 建民老师可不可以带我们回到那个moment 就是当时为什么会开始思考 占领中环的这个过程 因为我们过一段时间 香港只会检讨我们那个选举的季度 那个时候我们知道2017年 要进行这个特首选举 很多时候你大概要2014年15年 要改革那个选举季度的话 你就要通过一个法律了 所以大概13014年就是一个关口 我们要重新再讨论这个事情 可是在之前整个香港的民主运动 发生很严重的内部的分裂 已经没有用比较团结的力量 去面对这次的政治改革 那我们很忧虑 因为之前因为要不要跟中共谈判 要不要通过一些稍微改良一下的 那些政治改革的方案等等 让整个公民社会跟这个反对的力量分裂起来 所以我们当时不能不思考新的方法 来面对新的状态 而且这是最重要的政治改革 因为涉及到特首的选举 老师你说的这个分裂是指有些人 想要用更极端的方式 有些人是想要用比较保守的方式吗 是这样子的分裂吗 没错 2010年就是民主党跟一些学姐 包括我 跑进中联办 就好像韩国瑜一样的 虽然都进到中联办 但是状况应该不太一样 对有些人来讲 年轻人就觉得很难看 你们怎么能走到中联办 跟魔鬼握手 就是说怎么可以跟魔鬼交换灵魂 没错 可是对于一些温和派来讲 就说好像没有到中共所承诺的 所谓普选的时间表的终点 所以之前能改一点点就改一点点 两种看法不一样 那个事件以后我看到了 就是老一辈的民主派的人 跟新上来的年轻一辈的 差距越来越多 有时候他们有一种概念叫 就是说路径依赖 希望能一直改革改到一个地步 你没法走回一条路 所以能退多少就退多少 那种是主流的泛民的这种想法 那年轻一辈会觉得 这种改一点点就合理 跨那个不合理的季度 所以他们宁愿要去跟他们来碰一次 而不赞成那种改良的 所以这种是没法 那我不是说年纪上面 我是在中间 是因为我经常接触年轻人 我是大学老师 所以我比较能理解两方面的想法 所以到占领中华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新的方法 然后把两面人拉在一块 因为占领这个事情 顾民抗命这个事情 对向上来讲是很新的 然后年轻人会觉得 你们够胆去冒险 坐牢也不怕 我扶你了 我就跟你走 然后老一辈又觉得 你们不单单去占领 你们之前还会去做商讨 还会去愿意去跟中共谈判 那他们也觉得应该要 跟着我们一块来去参与这个运动 所以变成一个能整合国 方面的另一个运动 其实一开始就是让爱与和平 占领中环 一开始比较没有人看好 而且甚至有一些批评 但是在过程当中 你们做了很多的神议式民族 在台湾叫做神议式民族 所以你就是到各个地方去跟大家说明说 一起讨论到底我们要什么样的出路 什么样的方案 对啊 我们不但是跟人家讲 是我们办很多这种商讨日 真的我们设计的很详细的 不但是单方面讲的 是大家都能够共同来商议的 然后那个我们从大学走向金融区里头 跟投资银行家谈 走到街头里头跟游民去谈 都做了 走个月更多的时间 办了很多很多长这种商议的日 来来谈论有关商议民族的问题 所以主要是你朱牧师还有戴耀廷 对这个部分我觉得戴耀廷贡献特别大 因为他是特别喜欢那个delibration date 商议式民族这个部分 他快很多精力去组织这个 可是这个不够 我们最后还会做一个公投 因为香港没有公投法 让我们自己去做一个民间公投 那个就是朱牧师陈书记 我也是参与挺多了 来去推动公投这个事情 到后来就我所知 是有80万香港人参与联署对吗 没错不是联署 是投票选一个方案 选一个方案 让我们去跟北京 跟香港政府去谈判 我知道在这个书里面 讲到一个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画面 就是你们那时候带着这个80万的民意 进到了政府总部 见到了当时的政务司长林郑月娥 也就是后来的特首 当然他现在是前特首了 那个画面是怎么样 你们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因为我自己看到书里面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惊吓这样子 香港政府那个时候成立一个小组 负责这个政改的事情 林郑月娥就是一个最主要的负责的官员 然后我们进去 基本上就是他跟戴耀廷 坐在最主要的主家席两个位置 我们坐在两旁这样的 包括有一个官员这样 然后整个过程里看到 林郑月娥是非常高傲 眼睛也没有看戴耀廷 就是看着天下讲话这样的 很不礼貌的 就基本上没有真的谈起来了 基本上就教训你们这样 还包括有一个官员 叫刘江华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跟他讲说 如果我们谈不妥的话 有更激进的力量你们要面对 然后他说你们就是激进的力量 然后我觉得你们最好 马上取消我们的运动 就没有谈起来 然后站起来就走 我们带去了一个八十万人投票的报告 就这样留在沙发里头 他看也没有看 拿也没有拿 就这样走了 所以你看你们非常努力的 做了九个月 没错 的神医师民主 但是这个报告 他完全丢在一旁 没错 我估计 因为我们要求他 邀请他跟我们会面 等了一个月 很奇怪的 因为之前他们很想见我们 我们都没有跟他们见面 因为我们还没有完成某个程序 然后完成这个程序以后 跟他谈的时候 邀请他谈 等了一个月 那我就知道他一定是跟北京 在讨论这个问题 北京做了决定 然后其实我也公开写了文章 我觉得如果我们这次运动不成功的话 香港会面对三种状态 第一个就是本土的力量会上来 没有人再相信所有一国两制 第二我们那么和平也没法成功的话 勇武派一定会上来 因为面对勇武的力量 第三种我会写说 中产阶级看到这种冲突以后 他会出现犬如 就觉得没什么事情可以做了 这个香港太没有出路了 他们又可能不参与 有可能移民会跑 所以我当时就说 本土 然后勇武 然后就是移民 都会出现的 在领中环 本来是希望给政府压力 那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市 可是和平战中 可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反而是双学 就是学民思潮和学联组织 在另外一方面聚集 在2014年的9月28号 晚上香港警方就放了 87颗的催泪弹 那又雨散开花 散运开市 真正维持了79天 但是其实你们三位都为了 占领中环付出了代价 因为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说 就是善获他人做出公众 妨扰等罪名被判刑 其实我们在台湾看的时候 很紧张很焦虑 牧师你在这本书里面 敲钟者也提到了 你在法庭上朗读的陈情书 就你们三个都从 本来是一个学者 然后本来是牧师的 都站到了法庭 你在那时候朗读的陈情书里面 其实也说了你自己从中国 然后到香港的故事 文章非常非常长 然后听说朗读了48分钟 这是法庭 当时的律师 大概他们说可能法官不会给你 这么长的时间 那个法官不晓得怎么搞的 他要让我完全念文 这篇陈情书 我在这个法庭当中 我想我们的大律师 很聪明 他把四天的 用四天的时间 把整个公民抗命的原因理论 我们所做的事情 讲得很清楚 用四天的时间 这个判决对你来说 时间是你预测到的吗 对我从来觉得公民抗命 它最大的力量是 更加其他人 会看为什么一些好的公民 还要面对要坐牢 所以我觉得在法院 跟在监狱里头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空间 我们看来想散场 来表达我们的理念的时候 所以这个是我一直 准备要做的事情 可是虽然这样讲 我头五分就很紧张的 我发现我抽筋 我那个大子母 大拇指 大拇指 跟这个旁边那个拇指 踏在一块 我要再抽筋 连我这种人 做好准备也好 面对这种法庭 要做工的时候 头五分钟 我还是很紧张 你可以想象 其他的今天的人 很多要面对 这个法律的 公告的过程里头 整个心理 身体 会面对多大的节目 建敏老师 好像在过程中 从来没有哭泣过 好像没有 大佑庭跟牧师 都是感情很丰富的人 每个人那么丰富不行的 总是有人要 要理性一点 要运动 不然每个人都在 这么感性 因为牧师在战领中间 他真的会想到 担心会出现 六四那种镇压 所以他每天就是 含着眼泪 坐在旁边 大佑庭有一天会很好 第二天会很坏的 他会非常变动 非常厉害的情绪 不好的时候 季节也不见 学生也不想 跟他们开会 然后他开会 他开会的时候 充满理想 带动很多人 会往前看 可是这种也不行 总是有人要 比较稳定 去处理很多事物 所以我是 愿意坐这种位置的人 承担这种事情 比如事务性的 开会 见字节 写稿子等等 一定要比较稳定的情绪 这个情绪的压力 不会很大吗 因为要一直扮演 这个角色 可是只是到一天 我真的有点崩溃了 在占领中间 就是说 到了大概三十多天 我觉得真的 想不到出路了 我有一天真的是 自己说 是不想动 就坐在房间里头 哇 西姆 朱牧师的太太 走过来看到我 没有看过这样的 我觉得西姆很担心 因为她觉得 连建民都这样了 就是问题很大了 那我那个早上 真的是有点觉得 没法找得出路 要进还是要退 不是我们三个人 可以决定的 我们有太多的方面的考虑 然后也 学生在带动 也不是我们在带动 后来我就算了 我就去吃 我这个早餐了 占领了只是天 睡在地上边 跑去麦当劳 就去个早餐 那个时候 我离开我占领的位置 最远的地方 大概两百公尺 以外有一个麦当劳 我就去 让自己快乐一下 就把那个情绪发泄一下 吃个早餐就这样 很容易安顿自己的人 在法庭上 建民老师说 我们没有求情 我们只求一件事 不要让年老多病的 朱牧师被判入狱 那一天的场景 你说出那一句话 是早就有准备了吗 我其实原来很严格 我对于战中三级 我觉得不能求情 而且我连说 过去做什么社会服务的 基务都不应该给法庭的 因为我们就是要代表 一个普通的公民 这个是应动的精神 不是说我们是什么领袖 可是到了最后 我觉得我真的不想 不施面对这个监狱的问题 因为他其实从小 有很多的经历 也知道了 身体也不好了 面对监狱的话 他会比较困难 所以后来我是跟代表律师讲 所以本来牧师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他不知道 那牧师听到建民 在法庭上这么说 心情 很感动 因为牧师本来也可能打算 就是要进去了 准备了进去的衣服 什么都准备好 一备进去了 他们求情 后来我没有进去 但是我很难过 当时我站在他们的筹车 有经过的地方 我伤心的大哭了 好像他们帮我背负了 我应该背负的苦难 我应该跟他们一起的 虽然我自己 能不能够承受 我不晓得 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 应该跟他们一起 其实我那个时候 我心里都没有那么难受了 因为我是做什么事情 都做最坏的打算 所以我当时会觉得 我可能最坏会判两年 我一直这样讲的 戴卫庭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他会觉得 可能我们不会坐牢 他是什么都乐观的 我什么都悲观的 所以当我判我16个月的时候 我就马上看到我太太 她坐在唐厅室 我就说OK 不错 16个月比我想象的第一点 所以我没有那么难受了 可是我到出来的时候 这个车上面看的牧师 我心里头是非常难过了 看到这样在哭 不单是他哭了 有很多人就在哭 其实我去到监狱里头 收到信 第一句都会讲这句话 是你代表我们去坐牢的 因为有120万人曾经占领 我觉得他们有这种感觉 就是公民抗命要做的事情 我们就是一个共同体 这个是非常重要 这是公民抗命里头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其实这几十年来 就是说大大小小 可是到了这一次 其实是一个political suffering 非常特殊的 政治受苦的经验 可能不是每个人 我们当然有witness 或者是旁观 但是总是不像 你进到监狱里面 或者是牧师也几乎 就是要进到狱中了 你们怎么看这个经验 对你们人生的转化呢 我都是承诺自己了 就是说我坐这个牢 出来的时候 千万不要过度的局赏 局赏是没法避免的 过度的愤怒 希望不会这样 那我就觉得 我就熬过了 然后我觉得 他就要用这种监狱来摧毁我 我就是每天就看到 好像对了北方说 我没有那么容易给你摧毁的 整个运动也是这样 所以我是一直为自己打气的 所以我觉得受苦本身 如果你是自己选择的 你不怕去面对的 本身就是一个抵抗 你让他知道 人的信念 人的良知 不是你靠警棍 靠吹雷弹 靠监狱可以摧毁的 这个就是我自己 给自己的一个承诺了 所以我相信 现在我看黄之锋 戴尤婷 还有一群抗政者 阿兰 周信彤 他们将来是 真的非常伟大的政治领受 现在是在准备他们的 刚刚建民老师 讲到阿兰是何贵兰 那牧师呢 你觉得这种经历过 这个整个过程 对你人生的转化是什么 虽然你年轻的时候 也遭遇过非常多辛苦的事情 我很感受到 那个爱的重要 这个是一级 我相信陈静明的 最主要的原因 你看我的书 我就要打个电话给他 我都不晓得怎么样 公民康命 我都不懂 在他们求情的时候 我觉得爱是很重要 我在法庭当中 我们几个人 天天享受 真的午餐是他太太 要做的午餐 我的一生当中 处处都意见 一些很有爱心的人 愿意帮助人的人 特别是 好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 我想很少的 愿意这样坐牢 准备去坐牢 去做这个工作 而且他知道没有希望 还是要做 他还是去做 这个是对于我的讲是很激烈 当然我有信仰 这不一样 我有信仰 那我受苦 那一定有个准备了 一方面 我感觉 为他们 我很骄傲 香港出了一些这样的学者 另外一方面 对我更坚定 人间是有爱的 爱是可以把我们 整合起来 所以我现在也是 对于一些流散在国地的人说 有用爱心 互相包容 那个力量就出来了 所以他开始的时候 改这个名字 爱与和平 那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我相信 爱是有一种力量 把人 把不同意见的人 都能够迎接在一起 所以我刚坚定的相信 真与爱和平 一定来到我们的社会 建民老师也说过 自己没有宗教有信仰 那牧师有宗教有信仰 对你们两位来说 什么是信仰 现在一般人说 我接受一个信仰 当我祈祷的时候 我可以能够达到 我想要的东西 但是信仰不是 信仰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好像 我求上帝的国降临 那个祷告本身 不是在跪在地上 或者坐在椅子上 是行动人的 因为当祈求的时候 天国的光降临 这是公义 这是仁爱 这些东西 在今天的社会当中 我们是要对抗的 对抗不易 对抗现在这个专潜 压波 我们对这个建设 是不是坐在那里 要求祭祭 要的东西 我们要将我们 要给他人 建民老师 信仰 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你来说 其实就是牺牲以后 有了更强大的信仰 我那个信仰 不是说 我相信 什么某种价值观 这个意思的 我真的其实跟 牧师没有很大的分别 其实我会相信 有上天 有上天的旨意 就是说 很多宗教 要全波的宗教的时候 他会把这种的 跟上天的感应 会把它理性化 变成理论讲出来 我觉得我自己 是讲不出来的 那些东西 不是那么理性的东西 我相信 所谓人的 所谓真善美 都是有一个上天的 这样的一个 作为它的来源 然后可以通过 不同宗教 跟这个上天 连接起来 可以是基督教 可以是佛教 可以是回教徒 也可以 也可以只是看到 大自然 你觉得很美 我觉得你已经 跟上帝有对话了 你看到人的良善 然后你会感动 其实我觉得 那个时候 也是跟上帝 连接起来 所以我是这样 一种信仰的 有没有什么 是很想对对方说 但是没有对对方说过 我能够在台湾 能够这样住下来 是陈金明帮我的 在京大找了一个访问学人 在政大 所以是陈金明 他对我的很大的帮助 我是很感激他们 感激他 他是我在生命中的 另外一个天使 在我最软弱的时候 他真的扶持我 所以现在也是一样 如果我有什么难题 我都打电话给他 好像这本书 我怎么样整理好呢 我要打电话 进求他的意见 怎么样做 他还是我的脑袋 大脑 所以呢 你看 其他都没有 什么人推荐的 这本书 只有陈金明 为什么呢 他最了解我了 我跟车板社说 陈金明 要写序的话 他根本不用看我的书 就已经知道怎么写了 胜出了几十年 我真的对他是很有充的敬佩他 一个这样的学者 那建明呢 这本书 我写那个序 我就是从韩国飞回来台湾这段路 在上面 飞机上面写的 就是那么短时间 就把它写出来了 就因为对牧师很理解 那本书就说 牧师很多人会说 看到他有种很天真的一种笑容 可是他也经常哭的 所以我就写他的笑容 写他的哭 特别写他的眼泪 就是这个需要写的东西 对我来讲 从扫营看到了说 他是让我看到 怎么样才是我觉得能接受的基督教的精神 我觉得很多牧师没有表达出来 我觉得他很有勇气 因为他做的事情 坦白讲在那个时代 包括在现在的 在教会里头 主流的牧者 这个信众 都不理解的 主流的要不要去庆祝国庆 连他的一些很紧密的朋友 在教会里头都可能会说 要庆祝国庆 中共的国庆 他就反对 所以我觉得他是非常有勇气的 如果要讲什么话的话 我觉得他整个生命 已经很好的表达了他的信仰 现在应该是休息的时候 他现在很多时候会有内疚 觉得好像没法回去香港 跟你们的同志 一块面对就打压了 他真的觉得不需要这样去想 因为他其实应该心安理得 因为他已经贡献了他一生了 是 牧师现在会梦见在香港的日子吗 我每天都想回香港 每天都想回香港 因为想到现在在建议里面的建议 我真的想去看他们 跟他们一起经历这个苦难 但是他们说不能回去 我在香港也是好朋友的说 你不要回来 你不回来 我们就很快乐 你回来 我们就很难受 牧师那一天在新书发表会的时候 你知道有好多朋友 从不同的地方来 都来到台湾要见你一面 对 所以你在这边也可以见到 很多很多重要的香港的朋友 那我想在狱中的朋友 也能够知道你很关心他们 他们了解 我们最近就激烈批新弹卡进去 做一些鼓励 我现在能够做的都很少了 但是有一些朋友来 我也是鼓励他们这么做 那我对现在 我最怕的是六四的事件重演 那现在没有那么严重 我也解开了一个心结 但是呢 我就是没有办法克服 这是 我怎么离开他们 不跟他们在一起呢 我跟牧师的情绪的状态很不一样 我没有那么强烈的相求吧 不是说我不挂念香港 我不能回到我自己家乡 当然不服气 可是没有那么强烈的相求 因为我觉得在台湾 还有很多事情 可以为香港去做的 我每天都在做 所以那种感觉让我觉得 我可以活在当下 然后我坐牢的时候 我已经学懂这个事情 坐牢这个地方 大家都觉得很坏的这个环境 可是我觉得 我在那里头那年 也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不单是帮助旁边的人 也可以写完张 到外面 变成我的书简 如果在这么坏的环境 你可以找到有意义的事情做 然后台湾比较建议会更好啊 所以一定有很多事情还可以做的 所以我还保持比较正面的状态了 从大历史的角度 我们都是片刻的火花 在面对不义的时刻 不少有良知的人 持续以自己的方式抵抗 不论是在坐牢抵抗 还是离散港人 持续以书写和影像 进行羽毛笔的抵抗 我想对台湾人来说 都不该只是一个 无关紧要的旁观者 就算我们是旁观者 我们也有责任去看清楚 香港朋友受到的苦难的经验 然后一起把这些经验保存下来 因为人类的经验其实非常脆弱 没有被记忆就会消失 建民老师出版的 《受苦与反抗》 《欲中书简》 以及朱奥明牧师出版的 《敲钟者言》 牧师的回忆录 是黑暗中极为重要的书写 我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香港 也有机会能够去 好好的仔细阅读这两本书 这就是这一集的节目 那报告者是一个非盈利媒体 在一个信任 比不信任更困难的年代 勇敢理想比随波逐流 更需要坚持的年代 请大家也用实际的方式 赞助支持我们 让我们非盈利媒体的独立之路 走得更有底气 走得更长远 再次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牧师 牧师常来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 然后少掉一点眼泪 因为这本书《敲钟者言》 一定会带你看到 更多台湾的朋友 和香港的朋友 那你就会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牧师 也希望牧师跟师母身体健康 然后建民的教学 很能够顺利愉快 我们下次见 谢谢 谢谢 谢谢